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海峡论坛上 两岸艺术团体的合作交流受到了媒体的关注 十年前福建厦门市斯明区艺术团 同台湾台中九天民俗记忆团 共同编排了两岸首部民间合作舞蹈作品《古神》 把源自敏台地区的镇头文化推上了大舞台 十年后的今天 他们合作推广的海峡两岸原创广场舞 也是遍地开花 2010年6月台中九天民俗记忆团 应邀到厦门参加郑成功文化节 随后又在厦门宝生词记文化节上献议 从中牵线的是厦门市斯明区艺术团团长黄秀珍 七个鼓当时那一瞬间打下来完以后 我心里面就被震撼到了 那种充满着饱满的情绪和精神力量 植入我心 我那一年我就觉得我要请他过来 2012年他们更联媚创作《古神》 参加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比赛 那我们这次最大的突破是两岸的合作 以前的两岸合作模式可能就是你演一段我演一段 是属于比较拼凑式的 那我们跟黄团长一直提到说 我们应该让他更深入的 他然后更扎实的 更接地气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起创作的元素 一起发想的元素 然后一起训练的这些过程 最终两岸艺术团体跨海合作的《古神》 演绎了两岸以海为生的共同信息和人文情怀 捧回了中国艺术节群星奖 阴阳复补 然后甘柔相继 看好这个古神 男的打鼓 女的起舞 所以就融合在一起 那种融合是很美的 有一样的语言 一样的文字 一样的艺术 一样的文化 一样的习俗 然后隔着一个台湾海峡 共同穿作一个很美的作品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棒很棒的享受 现在这两家两岸的艺术团合作 然后和谐和统一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 这也是我们的故事 大家都在讲两岸一家亲 让我们透过表演语速 然后去跳脱政治 然后让大家透过这样子一个训练跟结合的表演 然后团圆跟团圆连结的感情 它是有温度的 但是这年集的就是 format 我认为 Bi donut 欣 água 我认为杨格 对 很多 那 它的 是网 Sabbath 那么 ez